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整个大选还剩下17天全面性的短兵交接的情况 我们稍微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一起来观察 同时今天出来针对宇昌案 无论是谢长廷先生出面强反击 通常谢长廷先生一出面就知道 那么事情有一些状况 再加上台湾智库做了所谓的民调 说这个宇昌案是国人将近有六成以上 认为说政治操作其中强烈的反应 那么蔡英文的宇昌案不说清楚 不面对台湾社会普遍起疑 那么今天话题里开始 我们欢迎今天晚间最新的 无论是蔡英文马英九的扫揭 蔡英文的大规模的造势的活动 蔡英文主席在最近一再强调的 马英九的终极统一走上了不归路 这就是另外一个所谓卖台的新的名词 在这个时候还剩下17天 蔡英文主席打出来目的是为什么 为各位介绍我们的现场有台大政治系 彭景彭 彭教授欢迎来 还有凤鑫小姐创下先生 辉文跟朱高胜朱前委员 还有文家先生 这次观众朋友稍后也可以看到 无论是蔡英文跟马英九 今天都在南部 南台湾做最强烈的 无论是扫揭或者造势 但蔡英文主席最近开口闭口 都讲了一句话 我们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蔡英文主席这句话 今天稍后大家也会讲 蔡英文主席开始 在最近提出来马英九就是 所谓终极统一的不归路 其实终极统一的不归路 这点文家先生大概耳熟能详 这句话在过去04年都经常提起 所谓终极统一 只不过是卖台的另外一个代名词 没错 只是基于蔡主席最近 她试图要中间化 让她的所谓政治的口语论述 能够更符合中间选民的 所谓中间的调性 所以她把终极统一 稍微 她就把卖台改成终极统一 这样子的论述 但是对于所谓卖台的实质指控 并没有因为新的台词包装 而有任何的实质改变 这是蔡主席 枉费走了一大段的 所谓路线调整 又回去走原来的老路子 非常的可惜 从头到尾又是一场自我否定 我要提醒一下蔡主席 前不久过世的 捷克前总统哈维 得到全世界民主国家 对她一致的尊崇 她来台湾演讲 她曾经跟陈前总统 讲过这样一句话 她说恐惧不能作为统治的手段 否则国家看似巩固 代价却是人民的什么 精神的麻痹 心灵的死亡跟生命的荒芒 她是一个诗人 她用诗的意境 来描述一个国家 整体进步的停滞 整体关进去一个恐惧的监牢里面 那个如死水一般的国家状态 蔡主席 这句话您要深思 带领国家进步的人 不能用恐惧作为带领领导的手段 他的反效果是你一辈子还不起的 勇敢的面对未来全世界的挑战 包括中国的挑战 这才是一个有格局决定 决局的一个新世代领导人 真正的心灵状态 你以为蔡英文主席不清楚这一点吗 蔡英文主席自己心里想得非常清楚明白 但是会用到这一招 已经是就是所有的摸摸 变成这个奥摸 4月27号蔡英文得到民进党的提名 到今天为止 12月27号刚好八个月 八个月之后 蔡英文的往中间路线 他的三只小猪已经宰了 然后他的罗宾汉 然后因为宇昌汉也跟人说 他好像不是站在穷人这一边 所以他现在终于经过了240天之后 他知道他的伪装 已经对他的 现在要巩固或号召他基本的票源 恐怕都出了问题 所以此时此刻 当然我们可以讲很多道理 但是你要回到蔡英文 最后17天的选举操作是什么 他最后的巩固 他最后的手段 他最后的包装 统统扯掉了 原因就是说 他只有回到拥抱民进党 基本教育派 最深层的那个恐惧 或者是最深层的敌我意识 这很悲哀的就是说 经过八个月的伪装 蔡英文的真面目还是出来了 还是那种真灵的面目 是 我们现在同时也跟这个中立连线 中立有很多的乡亲 目前在中立的中平商圈 那么附近我们欢迎很多的观众朋友 稍后也欢迎很多中立的乡亲 针对这个话题都可以来发言 非常谢谢在中立 很多现场的观众朋友 在附近的民众有兴趣 欢迎参加 我其实有一点意外 蔡英文在最后这个关头的时候 反而向他自己的基本意识形态的 这一个基本教育派靠拢 这一点是让我非常意外的 在台湾 我相信蔡英文 他的选战策略小组非常的清楚 会相信马英九卖台 会相信马英九终极统一的 大概其实就是 民进党的最基本最基本最基本的支持者 其实他以为这样子可以把马英九 推到极头那一边 然后我就往中间靠拢 其实是刚好相反的 是你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让大家相信你在两岸政策上面 其实是回到了基本教育派 我不知道他们这个评估是怎么评估 是不是反映出来他们一个基本的恐惧 恐惧是什么 恐惧说最后关头两岸政策还是决定投票行为 既然两岸决定投票行为 我要先出击 我如果不出击的话 我的两岸政策里头的空虚跟心虚 会被掀出来 可是我觉得这一招没有用 因为你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只是凸显出来说 你现在除了指责别人卖台之外 你没办法充实你的两岸政策里头 实际务实的那一面 你没办法务实 没办法充实出来 你讲了半天说 两岸和平对话的这个工作小组 或者是我要什么台湾共事 到目前为止 其实这些都是虚的 就是你没有一套务实的做法 如果你当选 两岸是可以开展的 你没有这一套做法 你没有这一套完整的做法 你就指责别人卖台 要掩饰自己的心虚 我觉得只是凸显出来 是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 另外一个这个关键 那么蔡英文原本说打的是非典 原本打的是说走的是中间路线 但是还剩下17天 完全把老招推出来 就所谓的卖台 只不过改了这个名词 你就说终极统一 那么台湾已经走向这个不归路 台湾最近这几天 蔡英文主席站在舞台上 跟所有的支持者讲 这是他的主要的其中一个重点 黄教授 我想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 蔡英文这样的一个指控 完全没有根据 我们都不需要讲理论 也不需要讲历史 我们只要看看说 当马总统提出来说 两岸和平协议 那么两岸和平协议 才刚刚提出来 没几天 马上就不见了 马总统说 我不会我在任内 我根本就不会做 如果连这个都不做的话 我们只是要选下一任的 四年的总统 马上就不做 不会连两岸和平协议都不会 那哪里来的中继统 是 所以这个就是 已经到了没有步 最后这一步就出来 问题 是社会大众看不清楚 还是说这个蔡英文 反映了蔡英文 内心的相当的一些的恐惧 来位 我在这讲 大家不要忘记 陈水扁还在当立法委员的时候 就已经提过两岸要尽快签订和平协议 怎么现在变成这样 所以说我看大家回到问题的基本点 不签和平协议 难道要打仗吗 大家记住 我会回到历史的 台湾当年1949年国民党 怎么撤退到台湾来的 其实两岸的现状 还是处于交战团体的情形 也就是说在台湾 我们认为过去是主张说 我是代表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 大陆也主张说 他们才是代表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 现在我在这要讲 两个是在角逐中严 谁是真正代表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 现在我们现在变成民主化了 忘掉了这一段 我在这要讲 两岸 陈水扁为什么在90年代的时候 他当立法委员还会提说要签订和平协议 因为那时候很不稳定 你以为蔡英文不知道吗 所以说他忘了 他不是忘了是吧 我现在要这样讲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就是两岸的现状 你不签和平协议 然后准备随时开达吗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我要再继续问了 你蔡英文要跟我们讲清楚 九二共识 是现在两岸和平交往的一个基础 包括签订ACFA 也是要有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这个共识在那里 现在问题是说 你蔡英文这样讲 是不是说我们九二共识也不承认了 是不是ACFA 我们也要让他提早中职了 这要讲清楚了 那我再问 你蔡英文要跟大陆 你要组一个两岸谈判小组 请问你要跟谁谈 你用什么基础跟人家谈 如果讲一句话 大家都要来兵 我就在想 以前吴子讲了一句话 害了台湾害了二十几年了 他说台湾优先 你要跟大陆谈判 人不畏及天猪地妹 一定要讲出来说 台湾优先 如果这样的话 大陆说我们大陆优先 大家就兵了 朱高正先生在谈的是真的道理 问题现在还是要18天 蔡英文女士 这样丢出来这个东西 还讲道理吗 不是讲道理的 我其实就是 你马英九卖台 把传统的恐惧召回来 他卖台了 我们两个多礼拜之后 投票选总统 但是不是给总统空白的授权 就是你当选之后 你爱干嘛就干嘛 没有这回事 任何国家都一样 第二个 如果蔡英文赢了 或是马英九总统赢了 大家请不要去曲解 因为有台人讲说 这是九二公司的公投 选票上面没写 谁跟你讲说这是九二公司的公投 鬼扯 莫名其妙到几点 马英九赢了就表示 大家都支持九二公司吗 谁跟你讲的 我们只是支持马英九当总统而已 那如果蔡英文赢了就表示什么 表示要台独吗 莫名其妙 所以我不认为这样解读 当然这两位双英 对九二公司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大家都知道 可是投票给他并不等于说 他拿到七百多万票 他没有权力这样做的 没有没有 所以我们要先把话讲清楚 新犹太 不要再以而传而了 蔡英文的这台湾共识 我同意刚刚文家兄讲的 其实很可惜 蔡英文在美国讲说 统一也可以是选项 那表示什么 这个非常开放的 非常棒的一个概念 他也讲过九二公司也可以谈 一中各表可以列入讨论 这很好 都是选项之一 可是对 其实一样 统独都应该在 所有的台湾共识里面 为什么现在这样 刚刚凤卿提到这个问题 我的研判有一个可能 当然有很多 我认为的可能就是说 中间的我不要了 中间选民 我现在就存两个星期 就要投票 中间我可能不要了 我先把基本盘叫回来 基本盘能够巩固 可能蔡英文不会输得太难看 如果是输的打法的话 我最后要回应朱高正委员刚刚讲的 他说不签 随时可能开打 那签了就一定不会打 如果签了一定不会打 那涛哥今天晚上就签吧 签了就不要打了 不是这样子 所以显然 刚刚一个重点 大家要注意到 蔡英文以前 有没有提过两岸和平协定 两岸和平有没有谈过 蔡英文有谈过 有 一个外面之内都提过 对 蔡英文谈叫做爱台湾 马英九谈叫做卖台 就这么简单 可是你刚刚提到的说 这所有的里面 蔡英文主席过去讲 我们这时候共识 所有共识都可以 然后再寻找台湾的 真正的最后的共识 那现在这个整个 无咖舌船 我讲的才是 你做的话就是一些的卖台 其实重点刚才 惠文先生指出来 大家不妨想想看 原本蔡英文主席 是高度重视 即使说包装 伪装也好 那么高度要抓的是什么 所谓的中间选民 所谓的是理智性的选民 但是现在 如果说完全不顾的 发生什么事情 最近发生了几件事情 雨昌汉 然后用这个富邦来打雨昌汉 让社会大众看到的是 怎么这么一个格调的政治人物呢 我现在看的是说 因为我觉得蔡英文 是不是想得那么清楚 是不是就要选 打仓议长说 我想要顾本就会赢得战 中间选民我不要 我可能都觉得说 他现在恐怕 连这样的计算 连这样的精密的去思考 都没有 因为他现在的行为 是互相矛盾的 他现在这个时候 拉出来是极端的 变成是恐共 但是他马上要去金门 要去金门 对 要去金门 要看他小三通里面 他要讲出一个重大的两岸政策 一个又要往重大的两岸政策 另外一个就是极端的 要拉回到基本教育派 我会觉得说蔡英文 真正出了问题 恐怕不是在那边计算 而是他真的发现说 有点像一个服务 已经快乱了 他现在里面的局里面 他出了一些事情 让他其实 他已经不是说 基本教育派还需要巩固吗 台湾选到这个时候 17天了 基本教育派早就归队了 你做什么都无所谓了 所以他现在还要回去的时候 我是觉得他现在 真正的问题是 他心慌于乱 这就是我们一连串看的说 宇昌瀚是不是有一些影响 对台湾民众完全无所谓 那么可以任由一个国家的基金 由国家的人民的这种血汗 完完全全放弃所有的监管 那么任由蔡英文可以如此的操控 而且到现在为止 事情爆发之后 我说不理 再不然就是个儿子 再不然我就骂你 不过涛哥 我觉得现在凸显出一个 还蛮严重的问题 我想包括惠文 包括了文家 包括创下我们几个人 都同意 当蔡英文丢出说 马英九终极统一卖台 这样的言论的时候 是回防基本盘 我们都同意 可是感觉上没道理 那有选举在最后 已经只剩下17天的时候 然后说我要回防基本盘 基本盘应该是稳固的不得了 应该是稳固的啊 哪有选举在最后两个多礼拜的时候 难道基本盘松动了吗 我觉得不太可能 我不太相信 蓝绿中间现在的基本盘是松动的 我认为蓝绿的中间基本盘 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性 他要为明天的激进 而做一个后退的准备 因为我指责你终极统一 所以你非常的统 那我的往前跳跃 就是往中间跳 可是在此之前 我要真的要把基本盘先顾好之后 我才能够往前跳跃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他真的做这种动作 我现在是假设 他真的做这个动作的话 那他是一个搞不清楚方向 而左摇右摆的领导人 我一下子往这边 一下子往那边 看时间 看气氛 看地点 看需要 然后决定我要说什么话 你要知道一个政策 往左往右都走得通 最走不通的就是蛇行路线 我现在担心的是 4月27号所包装的蔡英文 是一个中间路线 假马英九终极统一的 是一个极端路线的蔡英文 他会不会明天又跳到一个 稍微中间偏筒的一个路线 我不知道 但是蛇行路线才是台湾最危险的路线 这个彭琴彭是这个政治教授 政治学这个教授 你看到了这个台湾到目前为止 民众已经说 有一位这个马英九 有一位这个蔡英文女士 还有这个宋楚瑜先生 但谈到现在 这还拿这个过去搞了几十年的 认为还是有效 然后卖台帽子也出来了 我想选总统 我们只是选人而已 刚刚辉文讲的非常正确 我们不是跟他indorse 背书说你所有的政策 我选你的 所以你的所有政策 我都会支持你 不是这个样子的 基本上封心刚刚提到的 其实就是政治人格的问题 我想选举选到现在 刚好政治人格就慢慢慢慢浮现 大家对于马英九 大概都已经很清楚了 他是什么样子 你称赞他的 或者是你这个不喜欢的 大概都很清楚 但是蔡英文 ECFA反了半天 结果他说他现在可以留 核四 反核四也可以来 核四禁止商转 然后就 但是一定要把它盖好 然后呢 两岸和平协议他也可以支持 也可以反对 然后呢 他这个18% 这个退休金的这种福利 他享受了他可以骂别人 然后对卡奴 当时他当这个 在行政院副院长的时候 这国民党提的是 消费债务清理法 可是他说如果 该按立法的话 银行会倒闭一半 国光石化 是他任内支持的 最后有反对 我们看一路走下来 就是政治人格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政治人格 所以这个政治学教授 只看这个政治人格 但是对台湾民众来讲 是现在刚好也是 还有一个检验的这种机会 可是蔡英文口里面说暴容 什么大家什么都可以谈 但是是我决定你能谈什么 你不能谈什么 没错 我觉得蔡主席 这几天突然回来 谈终极统一 我觉得第一个 要注意他的政治羞耻学 他认为马英九是 会逐渐走向和平统一 他认为我蔡英文也是和平 但是我追求和平 但不被统一 他是用共同追求和平 但是结果是统一 跟没有被统一 来再一次的强化他的基本盘 但是又不会得到 基本盘强烈的职责 这有他高明之处 但是主席您错在什么地方 您的战术很明显的超短线 但是战略会脱线 和平是台湾社会共同的愿景 我相信包括中国 包括全世界都希望台海和平 所以和平不能作为差异化的手段 和平是共同的愿景的实践 但是和平谁说一定会统一呢 这个指控就是你的所谓 最后的邪恶的政治企图 台湾社会对于和平的追求 未必要付出被统一的代价 但是在台湾 统一是不是一个选项 就如同主席您说 是一个选项 不然你在台湾共识的所谓 程序的公平 它的价值又利于何数呢 是 这就是我们 欢迎观众朋友大家一起来看 这个马英九跟这个蔡英文 主要的政治人格 但是如果拿说 大家什么都可以谈 但是你如果往这个方向 我曲解你 你就是所谓的卖台 召唤的恐惧的这种邪魔出来 我们稍微欢迎在中立现场 有很多的观众朋友 同时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那么其中有一项是宇昌案 今天包括谢昌廷先生 包括了其他所有人 几乎都挺身而出啊 来帮蔡英文来捍卫 这代表发生了一些状况 唯独蔡英文不敢面对 稍微回来